老花一开箱评测 这个就是一个更小众的花了 叫灵液锈线菊 大家喊的锈线菊也就好了 这个东西 我是第一回接触它 不过这个养活起来都一样 咱们先看 里面怎么样 其实花耳门 你要是经常养花 其实养花时间长了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什么很微妙的事 就是 养花那么简单 对 十年男学生已经一年他就学个专家汉 我还担心他在路上 嗨 嗨 嗨了呢 我担心在路上驾喝齐去 没想到还没有嗨屁 这个小叶子呢 看起来就有点像那种 榆树的一个感觉 你看看呗 是吧 很像 还没有见过它开花呢 我没有见过并不代表别人没有见过 好长啊 这个来的时候 这个适合做个那种 庭院里面去种啊 不太适合盆栽的感觉 盆栽的话它要造型的 不造型不好看 就有点像那种南天竹的感觉 就是南天竹也是长的雾雾达达的 张牙雾达的 价格不贵啊 首先是18块八的一个价格 这种就比较凌乱了 适合那种小灌木的一个感觉 这个东西你别看它叫什么菊 叫什么菱叶的 它其实跟蔷薇还是比较轻的 都是蔷薇壳的 现在到手了很凌乱 能做的就是适当的修剪 修剪啥呢 修剪那些干掉的叶子 然后呢我看上面有点高 有点高的话也不管了 也不管它了 就看看根系吧 用到的是腐质土掺的树皮 根系应该是很健康这种 根系很满 现在这种石器呢 好的话问了 反正什么时候换盆 什么时候不换盆 您收到任何一盆花 就打开看根系 根系长满了 您就换 别考虑别犹豫 直接换就行了 怎么换很简单 就直接换 不要找太大的 找个大一号的就行了 当然了 如果说你喜欢的盆花的话 你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分享 转发评论收藏 点个赞 别忘了 就一键三连 然后呢我们随机抽取 有的话说 是你抠才不用大盆吗 是确实用了这么大小的盆 刚刚好 等长满了再换 再换盆更好一些 把大颗粒放到底下 防止积水烂根 放的有点多 不要埋得太深 你就看着 以后呢 你的这个土的平面 跟那个保持一平就行了 其实像这种东西 如果说 养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个入冬前 在下面都可以埋一埋 埋一埋的话 就类似于铁线帘那种感觉 它可以再织这种小牙子出来 你发现呗 好吧 这个花我们都可以记一下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点 这个也完全看个人怎么玩了 养花哈 没有说是 凡事无绝对 好了简单齐的就这样了 但是呢咱们 忘了一点就忘了给它加点底肥了 有的话说我忘了加底肥行吗 没事 植物一个月不施肥一点是没有 如果说你忘了你也可以后期补上 这样撒上一些就行了 不过撒点不烧花这个东西 你只要正儿八经好的缓施肥 它是不烧花的 我用到的还是花了多优质 柯林工施肥 之后呢就浇一边透水 像这种一代时期 你像很多的花肉啊 就是你比如说刚买回来花不把握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用一些个像生根叶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咱们浇水的时候 都可以往这个水里面加上那么两三滴 你可以啊 这个你可用可不用 你可以浇水吧 加个几滴是吧 加个几滴你往里浇就行了 刺激一下它的根系发育 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 这个随大家哈 就是你如果说把握不大 你想要把握大一些 以及再把握大一些呢 可以用 这样会更好啊 更好哎 后期你在浇水的时候都可以 你比方说咱们这个大桶里边 浇水的时候你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 少来点嘛 对吧 像这个 这个生根叶里面呢 加了还有这个刺激毛细根系发育的一些个水洋酸哈 它不仅仅收拾这个单一的这个肥料 这样的话它利于它发一些毛细根系 到后期发育会更快 好了一边关于这个绣线菊的这个视频呢 就简单的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别忘了 在这个视频里面去参与啊 还带着花包来的 苗晴很健康 等它 我这边浮了盆啊 我就给花我妹抽出去了 也就等疫情结束了 然后 我这个呢会在后面再拍一期追加的 我会适当的修剪修剪 再给它寄过去 好了 我是老华一喜欢最转一啊 如果说大家想看什么样的开箱 都可以先留言啊 等疫情我那边结束了 我能买的时候 又给大家大量的做开箱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爱你摸摸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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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